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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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客家文化融入教学 她说自己也学习到很多 学到不少对啊 我以前也都一句客家话都不会讲 现在会吃的或者是用的稍微会有一点了解 会听得懂这样 一六三 孩子们一方面深刻体验客家饮食文化 过程中也学习说客语 结匠汤圆在孩子们的小手中变化出各种造型 宝贝你做的是什么 我的家人是雪人 雪人哦 哇 雪人就是借由这个食物 去认识了我们竹东很有名的人物 叫做阿金姐 那个阿金姐她也是一个闽南嫁过来的客家媳妇 她跟我一样 我也是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媳妇 然后她 我们认识了她这个产品 借由去认识她的人 她所形塑出来的竹东在地文化 跟竹东的一些 竹东幼稚园虽然位在客家庄 但班级当中也有来自闽南和原住民家庭的孩子 但大家不分族群都能开心地学习在地客家文化 因为我们竹东镇这个岁区的形态 它就是居民85%以上是客家族群 那我们是透过这种在地文化的课程的一个推行 让孩子从他的旧经验出发 从他每天从家里出门 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吃到的 这样子去出发 带入我们的课程 家长们也参与其中 看到孩子学习成长 自己也获益良多 可能阿公阿婆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有时候就用客家话来跟他回答 如果是美男人 然后我是从这边来开始学习 也是从小孩子身上学习客家的文化 请开动 小朋友们吃着甜甜的结酱汤圆 结酱年糕 客家文化 在地精神 逐渐生根在他们的心中 黄澄澄的结酱 沾上鸡块 要上音符 许秀轩用心传承 当孩子说爱上结酱 爱客家 成就了喜秀仙的感动时刻 技术 音符 想说爱上